大家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新闻一开始 但您关心 桃园市的确诊个案 连续三天飙破1000例 目前已经累计有4天 个案数是破千了 而要特别关注的是 工厂群聚是连环报 包括了滑通电脑 新兴电子是接连报出的员工确诊 市政府拟定专案裁检 还有连续快筛的方案 要来阻止疫情扩散 桃园市工厂群聚连环报 最新爆发的是 卢族区的滑通电脑 目前滑通卢族厂确诊224位 其中一共有146位 本国籍员工有78位 而龟山区的新兴电子三音厂 也传出确诊79位 其中一共有38位 本国籍是41位 由于滑通电脑在卢族就有三个厂 市政府立刻启动疫情监控 除了专案裁检之外 29号起也针对另外两个厂 启动了全面快筛 防堵疫情扩散 滑通预定在另外两个厂 一厂二厂的这个 在4月29号要做快筛检验 那针对滑通三厂以及一共宿舍 每两天进行一次快筛 由于桃园单日确诊者持续破迁 居家隔离通知书发放已经出现延迟 市政府即日起推出确诊者自主通报的机制 民众可以上市政府官网防疫专区 点选自主通报表格 填写接触者和同住家人 可以在我们卫生局 或者市府的网站的第一页就点开 那你大概两个page填一填就可以送回来 如果有什么症状 可以利用我们就医的系统 那如果有急症 非常危急的话 用我们的119救护车 对于延迟发放的居隔通知书 卫生局将会进行补发 分成职场学校和个人三大类 并且补发相关的防疫物资 确保居隔者的权益 现在确诊数是逐日在上升 而新北市的居家照护者数量跟着破万 关怀专线的志工不只是电话接不完 更重要是要承受来自电话 另一头的庞大压力 新北市就举办了教育训练 并且邀请更多志工加入行列 截至4月18号 新北市居家照护的民众已经破万 有关怀志工一个下午就接了二十几通电话 而他们除了要解答医疗及生活相关问题 更困难的在于安抚他们的情绪 因此新北市举办了居家照护 关怀志工的教育训练 更重要的在于要扩大志工的量能 两天已经受信八百人 在家常拥有的志工 我们现在已经有上千名志工 在整个居家关怀的所有的接线关怀 能够来跟我们巨工手 卫生手并肩作战 再加上我们有106队 2500名的志工 在协助我们防疫 所以新北市的志工 现在已经动用到三千五百年 而新北市日前提出居格转型 不过目前中央还没审核通过 市长侯友宜就向中央喊话 居格转型是在必行 因为新北市的确诊量 包括居格量都是全国最高 而且占了更高的比例 居格转型是自我居格 有些限制性的条件 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在中重症照顾者的量能 不但要保住以外 前端的轻症无症状确诊者 也要把它做好 针对逐日上升的确诊数量 如何照顾居家照顾者 以及中重症患者 还得顾及医疗量能 成为新北市的挑战 3加4居格上路 台中市政府也将停课 是从10天缩为7天 而国小及幼儿园 则是跟进了中央的标准 今天就有21所学校复课 但是家长对于 突如其来的复课 是感到措手不及 而对于奢岁以下的孩子 没有打疫苗就得去上课 家长也是非常担心 下课时间今天学生照常到校 这所校区28号接到通知 两人确诊 全校紧急停课 不到半天防疫政策大转弯 又通知今天复课 原来因为小朋友都把东西带回家了 对 然后他们可能也很措手不及 因为我上班就很麻烦 如果他们在学校回家 那个线上教学我也不能上班 这个就有大麻烦的 拖来的复课 家长手忙脚乱 原来是因为台中市府 调整校园停课天数 从10天缩短为7天 国小级幼儿园停课规模25班以上 学校跟进中央标准 小新学校则是大三分之一班级 或四个班级以上有确诊者 全校停课7天 改菜线上教学 而截至统计台中市可恢复实体 课程的学校就有21校 其中幼儿园6校 国小11校 不过却有学校仍在停课 被质疑标准不同意 教育局也对此作出回应 有关部分的学校没有公布今天复课一试 经过了解 那那个部分的学校是因为 午餐的供应商备料不及 或者是校园环境来不及全面的倾销 为了让师生安心安全地返回校园 因此研制到下周一再行复课 虽然小朋友可以回复上学 值得欣喜 但有不少的家长担心 12岁以下的孩子尚未打疫苗 这样立马复课 孩子的健康是否产生隐忧 也是会担心小朋友 所以就是刀包含量体 我们看他们有没有发烧的情形 有一点担心 真的 怎么说 因为我们家里有三个啊 你一个感染就变形三个孩子小朋友啊 就比较担心啊 孩童未打疫苗 保护力都还没有提升 就恢复实体上课 也难怪家长忧心忡忡 只能够盼竞速提出解决的陪讨措施 让大家都能够安心 快筛实名制上路第二天 现在是轮到了身份证末码单号来购买 桃园市大西区有多家药局 特别就错开了销售的时间 希望能让上班族也有机会可以买到 这药局中午12点半才发号码牌 但是有民众是8点多就来排队 怕的就是怕埋不到 而这排队人龙都已经快要挤到大马路上了 大西区正中午气温接近30度 园林路一段这家健保药局 排队人龙已经挤爆门口 就快要排到大马路上 药局12点半才发号码牌 但是依旧有民众早上8点多就来排队 大概8点多 哇他现在排快要4个小时了 对 有没有觉得很辛苦啊 不会为了身体 看到那边有10米制 所以有可以买到这个药 也有妈妈因为家中有小孩 一定要来抢买快筛才安心 我们民众这样子排真的好辛苦 我排两天了 昨天是双号我又排 然后今天我也排单号 我们想说家里有小朋友 买这一些可能比较有那个保护力 对想说筛起可能也比较安全 药师表示昨天快筛实名制上路第一天 健保系统当机 因此是花了两个小时才把78份快筛卖出去 号码牌不到10分钟就发完了 对那后面就是因为第一天健保局的网站 它会有点当机就会比较慢 所以卖完差不多花了将近快两个小时 就希望政府能够配送的量多一点 对因为客人都买不到 不过快筛实名制第二天 健保系统明显顺畅许多 民众平号码牌依序入内购买 大约20分钟就售完 许问陈志文呼吁可以善用公部门的网路教学 正确快筛 民众如果说有拿到快筛试剂的时候 不妨可以先上我们的卫福部的一个网站 或者是我们桃圆市卫生局的网站 那这边相关的一些都会可以提供民众 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快筛剂 为了体恤上班族 大西不少药局特别错开贩售时间 但不管何时开卖 依旧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 让许多买不到快筛的民众 只能无奈离去 新竹县的大的乡镇都买得到快筛试剂 但是偏远乡镇 像是北埔还有坚实 却是想买也买不到 原因是因为当地只有一家的健保药局 但是这一人药局是忙不过来的 所以没有加入贩售 造成了民众上门却只能扑空 到其他的乡镇买引来民怨 路边常常队伍 新竹县各地药局都出现排队人潮 但北埔乡唯一健保药局却没人排 原来一人药局忙不过来 无法承接快筛剂贩售 民众抱怨好像被遗弃 昨天我听他们说这里没卖 这样对我们北埔乡民很不公平 可能要到竹冬或者别的地方买 这边不方便 我们好像被仪器一样 因为我们住在这边 如果要去竹冬买的话 购买的话 因为人蛮多的 也会担心去人挤人感染风险又增加 希望偏向地区可以配一些 比方说像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卫生所没有配合 这次可以领快筛试剂这样 门口贴上公告 实名制快筛正在申请中 药师表示实在是接电话接到手软 原来偏远乡镇医疗诊所少 全乡只有一家健保药局 民众想买快筛试剂 上门才知道没卖 白跑一趟 也有不少人打电话问 什么时候才买得到 中央公布全台4909家健保特约药局 和58个偏乡卫生所有卖快筛剂 应兼时北埔乡当地有健保药局 中央为主动配送快筛试剂给卫生所 不料偏乡人力不足 药局没加入申请 造成民众买不到 只能往主动或其他地区排队 无形中也增加感染风险 我想现在是全民防疫的时代 我想希望相关部门在规划的时候 应该要更省深一点 像这一次快筛试剂的配送规划 那独漏的这个北埔 那造成北埔乡亲的权益的一个损失 那如果让他们到隔壁乡镇去采买 我觉得这个是更会造成群聚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想这部分要请我们县府 以及我们相关部门更加重视 未来在规划的时候 可以注意这个规划的完善性 接获民众反应 卫生局积极协调当地药局 目前北埔乡健保药局正在申请中 坚持人力不足 盼配送卫生所贩售 来满足民众快筛需求 报告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桃园新竹苗栗 海中高雄专业温暖 在地都在TNews连播网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报税季来临 面对疫情严峻 财政部决定了今年延长报税到六月三十号 而高雄国税局呢 鼓励民众多多使用手机来报税 不仅能够安心防疫 更有抽大奖机会 那么如果必须采取的是零贵来申报的话呢 国税局也开放了像是网络 还有电话的预约 可以减少民众排队等候时间 5月起开始申报综合所的税 财政部高雄国税局局长李仪惠对着镜头 说明手机报税今年新增的边修功能 尤其染疫人数节节攀升 不用零贵申报 在家就能一直搞定 今年把我们的手机报税又更精进 那今年呢 除了我们提供给你的资料以外 如果大家对于需要再增加加户成员 说你需要边修配偶跟受抚养亲属 或者是说我们提供给你的所得跟扣除的资料 需要在边修的话 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完成 所以今年的手机就跟我们的PC版 其实功能是一样的 不但能安心防疫采取医化方式 完成众所税结算申报 还能参加抽奖活动 如果再用手机报税 或许成为加码中奖的幸运儿 为了鼓励大家可以在家报税 不要零贵然后减少群聚 那我们今年呢 有推出了一手报税 好李家宅的这个抽奖的活动 只要是在家里报税 用我们的网络用手机报税 那税额是算呢 用网络或电话语回复确认的 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最高的奖金是三万块 那为了要鼓励大家使用手机报税 如果是用手机报税的话 我们有个加码奖 就是最高现金是五万块钱 面对五月报税旺季高雄国税局缴尽脑汁 提供民众便利安全到报税服务 除了鼓励民众使用手机报税 真的需要零贵申报 也能采取网络及电话预约 减少群聚及排队等待的时间 可以运用我们的三合一的预约报税服务 到我们的国税局网站上面 那你可以预约三天以后的时间 然后选择你想要的时段 然后再到国税局来 那当天如果没有预约 当天也可以在线上取号 那希望民众可以先上我们的网站 看看目前等候的人潮 那大家可以分散人潮 也可以减少群聚 至于今年综合所的税申报因应疫情 财政部也决定申报期间 全面展形到六月底 但高雄国税局也鼓励大家 今年不妨当个聪明的纳税义务人 一记在手就能轻松完成纳税的义务 申报中锁税 手机全搞定 来看到台中市的囤房税草案 日前通过 预计7月要上路 但是却遭到了议员质疑 这法规的内容太宽松 调出税务的资料 台中市非自用住宅有10万多户 拥有4户以上房产的不到4000人 5户以上更是只有2075人 议员就痛批了 这样真的能够有办法落实居住正义吗 房屋非自住我们来刻以累进税率 这本来就是一个公平的 重点是说我们除了我们市民的住家的房屋以外 非自住的税率我们怎么样来定 囤房税7月上路 明年5月才要开征 定案版本5户以上刻3.6%税率 引发议员质疑真的刻得到税吗 你看目前的版本真的只能刻到2075人 其实我们一般人自住以家户来算 全国可以有3户 以地方税务资料来看 台中市目前非自用住宅总共有10万多户 持有4户以上仅3000多人 5户以上更只有2000人 而囤房税的标准定案版本 从2.4%税率3户以下放宽到4户 5户以上才会征收到3.6%税率 而关键就是一人持有4到5户 这样的情况常见吗 3户如果再加上说好以后孩子大了分户 分户到其实加一加我们要第7户第8户 才会刻到这个3.6的税率 随着囤房税上路 依据台中市政府的预估 受到影响的屋主大约8.7万人 房屋10.6万户 市库一年可增加3.8亿税收 用囤房税打房真的有感吗 所有议员的意见嘛 所以我相信你们对你们版本非常有信心 但是我们现在通过的并不是 并非是市府版本 影响人数是8.7万人 你们的版本只有3,677人 跟您报告从1.5调整为2.4跟3.6 事实上就是符合囤房税的一个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税基 10亿付 你五户多数一户的豪宅 了解了 房屋的价值在我们课税的计算里面 其实是有的 那是在房屋的课税的限制 而限制我们每三年会去调整一次 建设带动房价上涨 随着囤房税拍板 7月上路政策铁腕 就发上游政策下游对策 而说到这个高房价呢 其实呢 这也和台中市这几年的建设 慢慢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在铁路高价化之后呢 以往没落的后站东区 还有南区是身价大不同了 建国市场迁建 迎来的是三井拉拉普 帝国堂场 还有绿空铁道 整个市容改变了 这新建案也纷纷进驻 成为了房市的热点 文心路桥这一拆 宣告铁路高价化开始 为期14年的都市缝合计划 正式启动 铁路沿线的旧市容 平交道地下道一个接过一个 是多少人往来台中的城市记忆 而地面上这条铁道组隔前后站发展 让东区南区成了相对弱势的发展区域 很难以想说坐火车经过没什么感觉啊 就觉得就是好像老老旧旧的 如果在台中铸路久一点 大概都知道 因为铁路组隔 以前的东区跟南区就是 比较相对比较 发展比较慢 2016年10月 台铁台中站开出平面轨道的最后一班列车 总长21.7公里 台中铁路高价化工程完工 紧接而来是拆除沿线地下道 地下道欢迎 东山地下道大通北屯 地方居民欢喜与地下道告别 我们今天要跟大台中市 所有的地下道平交道说再见 接着还有铁路沿线市区四个重要的地下道 将一一填平 历史两年多的交通黑暗期 填平工程终于在这一刻正式完工 不只是试荣吧 也改变这附近居民的生活形态 沿路就开了很多 像利空什么咖啡啦 对不对 然后像之前有那个很有名的松饼 还有关键的大支路 13年难题终于摆平 大楼拆除 台中车站从此没有前后站之分 像美春路也开了 然后很多地方都开了 三井拉拉普工程如火如土赶工 从制高点往下看 台中东区南区的市容早已悄悄改变 以前买的时候一瓶才9万 地方发展带动房市 新大楼一栋一栋盖起 串联东区帝国堂场到高架铁路下的绿空廊道 还有我们所占的这一个位置建国市场 生活机能带动经济发展 从近几年热络的房市就可看出端倪 对比十年前东区单平15万房价 如今一平上看34万 南区空间更大 如今已站上四字头 铁路高架化之后 可以说打通了这个交通的一个动脉 整个东区南区 将包含衔接到南囤 地段机能双双取胜 随着都市缝合双铁加持 让以往没落的东南区 此一时彼一时 成为这个时代台中发展的新兴热点 位在台中大安区五甲鱼港 随着近年来鱼货量减少 几乎是已经没有人出海捕鱼了 但是政府却是年年编列预算 投入建设还有清淤 对比一年不到20次的出海量 就有议员担忧 这是浪费公堂 在议事堂上就建议了 应该是要辅导渔民来转业 路上行舟 渔船整齐的摆放在港口的路面上 大安五甲鱼港 这几年没有出海 已成日常 最重要是五甲跟五甲鱼港 就差不多两公里 过去在北上 甚至于其他鱼港 也有人现在都在五甲鱼港 要不然在松博鱼港部 议事堂上戴上远自大安拍摄而来的照片 至今有45年历史的五甲鱼港 全盛时期一年出海100多次 而今出海一年不到20次 对比旁边的温导渔港 一年出海4000多次 海线小小五甲鱼港 只有45艘渔船 110年只出海19次 使用量低 但政府预算没有少 连同一旁的温导渔港 一年河边500万的苏骏预算 光五甲鱼港 100年至今已花费超过2000万 花了那么多的钱 还继续在轻衣维护 这个就没有效益了 当然这部分我们会来评估 会来检讨 如果是他的鱼港的经济效益不高 这部分我们会来辅导 这些少数的这些遗传 是不是遗到临近的渔港去使用 议员建议不到渔民转业 仿照其他县市二类渔港 连续多年低度利用 便停止投入预算 将经费留给高度使用的渔港 将设施做得更好 创造双赢 苗栗县通宵镇人口最多的社区 是通南里 但是就有的活动中心 老旧狭小 已经是不服使用了 而新建的活动中心 利用了海浦新生地 土地由国产署来拨用 并且完成都市计划变更 历经两年施工 终于是欢喜落成启用 社区姐妹带来一连串表演 未来聚会将会有新的活动中心 可以使用 不用再晒太阳 通宵镇通南里 大约有三千多位的领民 是全镇人口最多的社区 原有活动中心 已超过38年不服使用 须再阔前 有在座各位长官 还有我们国营事业的负责人的帮忙 跟支持 所以我们非常顺利的取得了土地 以及新建工程的经费 那么同时在108年的12月 我们就动作 经过两年两个月的时间 在今年2月份 我们就完工 土地选在海浦新生地 由国产署拨用 再变更实用 不管我们县府在财政如何困难 还是一样200万的补助 然后我们再协助到中央内政部 去争取了一个400万 那最大户就是台电 台电刚刚那个中处长有讲说 他们最喜欢看到这样子 对李明 对李明福祉的建设 内政部补助400万 苗栗县政府200万 台电680万为第一期的工程 第二期装修获得中油290万的赞助 再加上公所制筹款 经费大约1700万 而台电最给力 我们有电力建设的 促血金的应用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应用 实质上去带动整个地方 促进地方的一个建设 这是我们所最希望 也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成果 历经两年通南活动中心 正式节拍启用 海洋简约的风格 空间宽敞 成为社区休息场所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桃园 新竹苗栗 海中高雄 专业温暖 在地都在TNews 连播网 小偷 地震 抗震三步走 DCH 趴下 掩护 稳住 若在其他地方遇到地震怎么办呢 办公室 没有桌子时 在床上 在商店 在教室 在路上 在郊外 在车上 在电影院 随大主板 来 我给你 走 小心 小心 年轻 妈 妈 我走了 妈 哥 你赶快 找电话了 在1966的协助 从富能照顾 服务的协助 以及 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你不服我的孩子 去庆祝了 打开交通的任督二脉 大众运输轻轨是未来重要的交通建设 新竹县议员蔡志环就针对 竹北市蓝线评估进度 转运站考量 友善停车 以及智慧耗置分流等来进行质询 要求打好大众运输的基础 让行车更顺畅 新竹县人口增加下 交通路网在尖峰时刻 就会涌现出潮 如何改善跨越头前夕南北岸交通 竹北往返园区及大众运输轻轨 蓝线规划进度 县议员蔡志环提出质询 启动了这个新竹蓝线的一个规划 评估 那当然这个新竹蓝线 它未来这个是一个重大工程 要如何来做规划 相信县长心目中都有它的一个方向 但是要拜托我们在规划单位 一定要着力在黄金路线 以及交通通勤族的交通主要干道 打通交通任督俄迈 上班不塞在车阵中 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对于整体交通改善 县府回应 在竹北金国桥以智慧号制控制分流车潮 可以节省20%到30%的行车时间 另外新竹轻轨正进行蓝线可行性研究 我们竹北六家车站 那我们的蓝线的部分 也就是从六家高铁站 沿着我们光明六路到中华路 再转到新竹否车站 那这个蓝线的部分 我们的路往规划 在今年底可以完成 接着我们要做我们的可行性的规划 在113年要完成 另外也关心疫情严峻 学子停课增加 对于School Plus APE成效 以及数位学习办公室计划都相当关注 也提议打造新竹百老会 提升文化受养等 让十一住行娱乐都能面面俱到 说到大众运输 新竹县的公共自行车 最快6月就要上路了 县议员吴旭志 对于站点设置 要求县府还有事工所合作 让竹北市增站能够达到100站 也建有友善自行车道的配套 要同步来进行 才能确保骑士安全 骑上黄色U-bike 2.0 新竹县终于要设置站点 让通勤民众学生都引颈期盼 对此县议员吴旭志 更积极争取竹北设置100站 并营造友善自行车道 保障骑士安全 这个站点对目前我们大家的期待来说 还是有一段落差 今天也非常感谢杨县长 还有我们的焦旅处 也承诺说我们会来会朝向竹北100站 来规划 再来一个部分除了站点的规划之外 很重要的是说怎么样有更完整的 自行车友善的这个路线 让我们大家其实自行车在路上的时候 会觉得是安全不会危险 县府推动公共自行车 竹北市将征设50站 预计6月启用 吴旭志认为在人口稠密下 应该要设置页百站 并与竹北市公所合作 让民众参与站点的规划 友善自行车道的配套也要同步进行 另外新竹客运停止行驶34条的路线 也建议要尽早后续的整并 班次调整 对此县府回应 今年会先完成竹北市50站U-bike 明年在竹东新丰湖口陆续建置50站 地方公所若有经费 也能研讨增加据点 并提倡离让慢车的路权观念 只要哪里有需要 我们尽量来满足大家 我想100个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 那至于这个U-bike行进的路线 怎么样让它跟当地的交通的状况 可以让骑这个U-bike的人可以安全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来考虑 希望不会造成交通上哪些混乱 吴续致也关心疫情大爆发 确诊者通报的SOP是否明确 并要求明定公寓大厦防疫规范 让居家照顾隔离 送餐送药有所指引 确保防疫量能周全 满足民众就医还有通勤的需求 台中市交通局新批86路公车 今天正式通车营运 从台中火车站发车 行经文心路松竹五路二段 再到太平区的国军总医院 沿途停靠有捷运站还有学校 所以看病不用再转程 而学生要通勤也更加便利 86路公车正式通车营运 这也是国光客运 在台中的首条定线定班时区公车 从国军总医院行驶到台中转运站 方便民众搭乘 以往民众要前往国军总医院 还有中清分院就医 没有公车直达得转程才能到达 对老人家来说 相当不便 另外北屯区近来人口快速增长 是台中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住宅大楼一栋栋盖起 乘车需求日益增加 86路公车从台中转运站发车 沿途行经国军总医院中清分院 文心路军公路等路段 停靠捷运站国小各场站 就一就学都多了一个选择 它的路线里面最主要第一个 是跟我们的医院串联 第二个这个路线跟捷运有连结 那也行进我们的台铁 台铁也可以连结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条路线上面 从这个北区到北屯到太平 行经多所的学校 这些国高中 所以也会有利于我们的学童 学子们的上学需要 每天60班次大约30分钟就有一班车 串联地方交通就一转成就学一次满足 关怀资讯科技的教育发展 智态科技公司捐赠了500套的AI图像辨识工具软体给苗栗线 而县府特地举办了捐赠仪式 感谢企业加汇了全县37所学校 携手推动AI教育与人才的培训 让学子能够具备智慧新时代所需要的技能 企业慷慨捐赠AI软体 有县府秘书长代表授证 AI人工智慧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环 为了引导孩子提早认识人工智慧 以及其在生活中的运用 智态科技一口气捐出500套VisLab AI软体 让全县37所公私立高国中小学生受惠 智态科技捐赠我们本县学校500套的AI图像的辨识工具软体 包括了4所公私立高中 3所制造中心 1所直探中心 1所AI 教育推广国小及其他国中等 共计37所学校 相信能为本县的学校教育现场带来很大的帮助 大家一起就是来为了教育的这个 让孩子能够有更好的知道什么叫AI 智态科技董事长徐志青 率领团队参与捐赠仪式 他谈到AI人工智慧是数位基础教育 规划透过这套AI图像检测模型训练软体 来协助学生了解AI影像辨识 以及检测相关技术 帮助学生在未来学习领域中 提升对人工智慧的理解与运用 让苗栗学子具备相关技能 成为智慧新时代所需的人才 因为数位时代没有所谓的城乡差距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见证只是开始 我们未来要落实所有的教育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推动 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人才培训好 这是我们公司见证的最主要目的 所以我们会把最好的软体都用在教育单位 并不是教育版而已 最好的课程我们会提供给教育界来用 所以我说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把人才教育出来 提升我们教育人才的竞争力 还有提升台湾人才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 资台科技后续也将针对VisLab AI软体 与县内在地大学携手合作 提供高中以下学校教师 AI软体培训课程 落实AI教育 让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能量 来到新竹县关西镇分住所 就能够穿越时空 看日是警察宿舍 早期的生活日常 地方是文史浓厚 但是三崎办公厅设 却是迟迟没有动工 后方的木材建筑是已经倒塌了 县议员徐于心就要求 县府要尽快来整修 避免这历史建物成了废墟 日式建筑由景氛围 关西分住所保留了日式情怀 既在当年警察的生活样态 成了文史俱落 以二期修复被授好评 对于第三期修复进度补助计划 县议员徐于心聚焦关注 本期自上任以来 一直针对文化局 也督促文化局 要尽速争取经费 那关西分住所第三期 除了办公厅设之外 后面眷村的一个 眷宿的一个宿舍 都已经倒塌了 那急需赶快争取经费 来让三期能够活化修建 让整个配合 关西分住所一期以及二期 以完工的部分整合起来 徐于心指出三期办公厅设修复一再延宕 也造成后方宿舍年久失修已经倒塌 急需争取经费 让三期可以活化修建 整合已经完成的一二期 成为关西大客厅 带动观光发展 对此县府回应 在去年九月 已经交计划给客委会 并含送申请修复经费 约六千万元 就只等到客委会回函 等待通知受理期间再申请 但迟迟无音讯 县长杨文科也当场允诺 在五月二号就会率队 拜访客委会再次争取 客委会对这个计划 那在第三期的时候 他因为很多的原因 他就没有再 这个给我们的一些经费的补助 那客委会 杨主委也都答应过 但是也都食言了 那我已经在五月二号 我们会再去跟他沟通 到底究竟未来 要怎么样来处理 那我想我们一定会 想尽办法来争取 徐鱼也关注关西镇 废弃物污染的后续 以及住户更换 微电脑瓦斯表的争议 为家乡发展居民权益来把关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 都在TNews 连播网 红灯 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天酸 大圣啊 千万五趟落跑啊 违规决阅栏抗疫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吓唯 吓唯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决解逃逸 重拔加扣罩 致死伤 吊销驾照 欢迎回到TNews 连播网 周日就是五一劳动节了 为了感谢劳工 对国家经济的贡献还有付出 桃圣市政府劳动局 特别举办五一劳动节 模范劳工的表扬礼赞活动 由市长郑文燦 亲自颁发讲座及礼券 加免332位的模范劳工 今年共有322位 来自各职业工会 及企业工会 所推荐的模范劳工 一一接受市长郑文燦 颁发讲座表扬 同时市长也针对 劳工朋友的权益 和政策也加以说明 桃圣市政府也有首度就业津贴 职讯计划现在也做得很好 包括各种专科专业 证照的班级 我们开了很多 每位获奖劳工背后都有值得肯定的事迹 像是在中华邮政工会 桃圆分会任职的朱子轩 进入邮局服务16年 她说每天充满热忱的工作 是她的信念 每当帮客户解决完问题 他们脸上的笑容 就是她的最大动力 她们会因为我们的一些小举动 或者是替她们解决一些 她们不太清楚的问题 那她们会因为对你的感谢 你会觉得说这一份快乐 是很高兴的 另一位李颖梅 她本身是一位烘焙老师 目前在大兴高中餐饮科 单元讲师 共拥有六张义级诊照 因为热忱还有努力不懈的付出 让她在这一次的 五一模范劳工表扬中获得肯定 帮助学生考取很多证照之外 自己本身也要很努力的 去考取一些乙级的证照 那在这些乙级证照 能够帮助学生 在考取更进一步的证照上面 他们能够更有竞争力 桃园共有113万名受薪劳工 能够在这么多人当中脱颖而出 获选模范劳工代表非常杰出 市长也说 虽然现阶段各行各业 仍受到疫情影响 但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度过哪关 大家都知道运动能够增强抵抗力 四年举办一次的 新竹县额眉乡米运动大会 今天在额眉国小来举办 全乡六个村各自组了30人的队伍 除了滚木球直飞盘 接力赛跑之外 还有用球拍来接力摇水的趣味竞赛 400多人一起来运动身心 整计划一敲打战鼓 鼓声郑天响 还有金师活灵活现 带来精彩表演 四年一次的额眉乡米运动大会 今天在额眉国小举办 全乡400多人一同活动筋骨 考量到疫情的关系 在5到12岁小孩 在未打疫苗的前提之下 我们还是考量 再把国中国小的学生排除在外 除了国小国中未参加之外 我想六个村都是总动员 总共人数应该有400多个人 来参与这一次的全民运动会 我们今年四年一次的相运 我们由我们各村的村长带领 我们的村民一起来做运动会 以区位竞赛为主 最主要的项目有木球 还有大堆接力 飞盘之类的区位竞赛来参加 站在操场中央 众人高唱国歌 额眉乡运已经举办超过10年 今年受疫情影响 考量12岁以下孩子没打疫苗 幼儿园和国小参赛临时喊咖 而社会组赛事不受影响 全乡六个村各组一队 每队30人 加上机关队伍 共7支选手队上场一较高下 比滚木球夹乒乓球飞标直远 还有用网球拍接力咬水 比集水量多的获胜 不只区位竞赛还有大队接力 考验团队精神需老青壮年合力完成 全部都是老人家 也是能够走到这个地步 也是非常好 每个乡名都能团结一致来表现一下 多久没跑了 很久没跑了 因为我们都是务农为主 顶着大太阳 各村选手拼尽全力 展现老当义壮体魄 还有团队默契 最后由复兴村总积分最高 报回冠军 五月盛产的水蜜桃被称为是五月桃 又被昵称为是妈妈桃 桃园是复兴区妈妈桃进入了盛产期 而今年因为气候雨量稳定 所以这妈妈桃的产量比去年更多 美味新鲜又多汁的妈妈桃 现在实体还有网路通路是同步来贩售 想尝鲜要把握机会 请起到 新鲜上市产地直送 敲下木锤一颗颗饱满圆润的五月桃 鲜甜登场 又到了复兴村妈妈桃产季 为了推广行销 市府农业局举办上市记者会 其实妈妈桃就是五月桃 因为产季集中在五月 恰巧遇上母亲节前后而得名 妈妈桃果实圆润饱满 香气浓郁 虽然名气没有拉拉山水蜜桃少量 但是皮薄之多香气又足 口感一点也不属水蜜桃 市长郑文燦年年代言 帮果农行销 我希望我每一年去帮忙拍卖 都有不错的成绩 希望品牌化高质化 照顾我们的泰雅果农的生活 这也是能够让原乡收入增加 今年天气好 气候雨量稳定 让妈妈桃产量比去年更多 目前疫情严峻 实体通路买气弱 为了帮助果农 后疫情时代 市府积极每合卖场电商平台增加销售机会 4月第一批早鸟预购就卖出了上前盒 推出了妈妈桃这个品牌以后 获得很大的回响 我们希望将来团购网购 加上多元的通路 可以让今年的妈妈桃卖得更好 妈妈桃网路实体通路同步上市 未来在复兴区等地还有杂日市集 让旅客到产地观光 可以直接选购 2到3月正是芒果开花灼果期 不过受到天后影响 造成了芒果出现开花灼果不佳 以及花碎受损等等现象 高雄芒果受灾要超过了4成 而对此高雄市农业局就向中央来争取现金救助 农民可以向土地所在的屈公所来申请 每年的2到3月 是高雄芒果开花灼果季节 但是从农业局提供的照片上 却看不到这种迹象 原来是因为受到天后影响 让芒果出现开花灼果不佳 及花碎受损等现象 受灾超过4成 今年因为那个2月跟3月有下雨的影响 造成那个芒果开花的时候 它会花被打落 然后它的灼果率不佳 而且后续太阳曝晒 有一些花会有疏花的现象 所以目前今年的芒果 预计我们大概会减产到5成 农业局也邀及了高雄区农业改良厂 农粮署与公所组成勘灾小组 确认灾情严重 向中央争取相关救助 农委会也在日前公布 本市改良种芒果 及茂林区本土种芒果 启动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地利贷款 从即日起到4月29号 农民可以在土地所在的区公所提出申请 4月20号到4月29号 我们请高雄市有种植芒果的朋友 那请如果你的田区有达到两成以上的损失的话 那请记得带你的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部 到我们的当地的公所去申报我们的农损 那记得一定要在4月29号之前完成申报 我们就会来受理这个所谓的现金救助 那改良种的芒果每公顷我们补助9万元 那本土种的芒果每公顷补助7.5万元 农委会公告高雄市的这个情况 让我们高雄的农友受到影响的部分 能够有一些弥补部分的损失 农业局表示 其实不止高雄 就连台南屏东这些芒果主要产区 都有受到气候影响而前产情形 农业局呼吁民众 今年想要吃到芒果 不仅手脚要快 还可以上到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选购 支持高雄在地农民 这节新闻先带您看到 重现苗栗县头份4月8传统街景 还有客家位 今年呢 市公所特别在上公园 搭设8米高灯楼 并且结合了许多在地老店招牌 重现以往庆典的热闹风华 市长罗雪珠亲自点灯 邀请市民朋友愉快拍照同乐 感受淳朴的客装气氛 精彩磁袍舞蹈表演 营造传统怀奏氛围 也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4月8庆典是一年度头份盛事 更被客委会纳入客装12大节庆 市公所持续融入新的客家元素 今年特别以头份老师街练练4月8为题 在上公园打造8米高灯楼装置艺术 很高兴代表县长需要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县长是头份人 我本人也是头份人 因为头份的4月8非常的有名 今天我们头份市公所举办这个活动 也希望我们的乡亲 能够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 让这个4月8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有记忆永远的传承下去 可是也是拜托大家来参与的时候 要注意防疫 最近疫情比较严重 欢迎大家 许多头份知名老店 茶行 客运站 冰店以及面店等 都成为灯楼视觉主角 搭配传统扮桌流水席画面 呈现庆典过往风华 来这边打卡感受到就是说 我们4月8的热闹氛围 也可以说让一些年轻朋友 知道说我们以前的4月8就是这样 这个老街景 那我们也用了一些的那个 老招牌的那个名称 装置挂上去 然后中间呢 有我们以前传统4月8 那个我们半桌吃流水席的 那个街景 让大家知道说 以前4月8真的是不一样 很有趣 那个文化是很棒的 除了宣传 头份客庄早期热闹情景 考量疫情升温 市长罗雪珠宣布 庙平艺文演出配合公庙时辰照办 5月7号演唱会则延后办理 我们在5月7号的那场晚会 那动力火车他们来表演的 我们也是担心说会有限制的啦 然后挤进来的时候 怕说疫情会扩散 所以我们呢 就是把这个晚会延后来办理 是疫情的时候 趋缓我们再来启办 到时候再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一起来做户外的话 听我们动力火车 还有其他知名的歌星呢 他们的天籁之声 维持头份4月8传统的同时 也求新求变跟上时代潮流 透过年轻人视角持续传承 也自由登楼 回忆老头份的春朴风貌 新北市官吕局持续推动 微笑三线 要鼓励亲子一起走进山林 而今年首度推出了沙龙讲座 跟亲子建行团 把步道导览结合在地产业 在亲近大自然的同时 也能来认识人文历史 爸爸我们昨天有查资料 走过吊桥就到登山口了 真的啊 好那我们走吧 全家人一起走进山林 随时可以拿起相机拍下美丽的画面 创造独一无二的回忆 新北市官吕局推出微笑三线 持续鼓励亲子亲近大自然 与人文历史 希望让我们整个新北市的好山好水 能够透过我们建立一些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 还有一些步道 能够让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欣赏我们新北市的好山好水 最重要是我们的捷运陆续都会开通 而这些捷运的开通点 都离我们的山非常近 现场就邀请实际走过微笑三线的亲子 分享登山的心得 我爬了狮子头山 鱼山还有青龙岭 青龙岭 青龙岭 我没去过 那你要不要跟副市长讲一下 青龙岭是什么 或你最喜欢的狮头山是什么 上面有很多花 然后形状很特别 今年首度把微笑三线 以沙龙奖做呈现 也举办亲子健行团 将步道导览与在地产业做连结 我们有一些沙龙的活动 然后来介绍我们这些微笑三线 尤其我们今天有请到这个蓝白托 以及我们的这些罗宜军等等著名的作家 青子沙龙将在4月16号及5月1号登场 青子健行团的活动则分成山林美学 步道文史还有自然生态三大主题 几日起开放报名 文校三线我们相约三上见 苗栗通宵镇新浦国小是苗栗县最靠近大海的学校 让学生能够认识家乡之美 校方是将捷径水资源 海洋环境生态两项永续发展指标 融入在了孝敬的系列活动里 全校师生提着水桶在美丽的海堤上来建走 沿路为植物浇水达到了寓教娱乐的目的 准备好水桶每个人还要准备一罐回收的水 例如像是雨水洗米水等可以浇灌植物 孩子们要以身体地形的方式爱护水资源 我是四年级的 然后这个是我家带来的洗米水 那我们的这个水是不是可以运用在其他地方 可以浇花 米水哦 那你等一下要用这个米水做什么 浇花 浇花啊 那是不是可以爱洗水资源善用 苗栗县最靠近大海的国校 通宵镇新浦国校 烧敬系列活动海堤建走 将台湾永续发展指标 包括接近水资源 海洋环境生态 龙鹿建走活动中 我们走这个海堤 是要配合那个台湾永续发展指标 其中的一个 第十四个指标 就是维护海洋的那个教育生态 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走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现有一些人工的热射 我们的小朋友会把这些热射拿起来 而践行的路线从学校出发 新州的步道是拥有美丽海景的海堤 捷径水资源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想到说 非洲的小孩为了要取得水资源 然后每天要走五公里 那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体验 他从家里把那个剩下来的一些水 进行再利用 那我们待会请小朋友拿着 他们装过来的水 走完海堤 然后会走下海堤 下方有一个防信道路上面 一些树木会进行浇树的动作 健康部落永续共好 海堤建州为4月30号的校庆活动暖身 因应防疫当天改为FB线上播放 欢迎家长上线共同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谢谢您的收看 明晚八点我们再会 报告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 都在Tnews联播网